低收入,这个词常常让投资者想到的是低回报 这恰恰是很多人的一种思维误区 今天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 大家好,我是黄永明 我在美国休斯敦向您问好 我们在美国做房地产投资会遇到一个词叫做low income,低收入 很多人把低收入的群体等同于我们如果去在他们这做生意的话 我们是会有低回报的 比如说我们做出租房 我们如果专门针对于低收入的群体 我们的回报也是低的 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低收入指的是租客的收入低 不是指你作为投资者的利润低 这是两码事 我们可以设想 假设说有一个房子 它的价值是10万美元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是你把这个房子整租出去 一个月收1000美元的租金 好 那你算下来 你每个月的回报率是多少啊 1% 全年是多少 12% 第二种选择 是你不把它整租出去 而是把这个房子呢 分成时间 10个 一居室 10个卧室 每一个 分别租出去 每星期租50美元 那你算一下 这样下来 一个月是多少钱 一个月至少是2000 因为每个房间 我们4个星期的话是200 10个房间就2000 实际上每个月还是超过4个星期的 所以你是2000多 那么你算下来 每个月的回报是多少 2% 一年是多少 24% 那你说 这样子的事情这么好 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在做呢 当然这当中呢 有它的catch 它的catch在哪呢 就在于 如果你要去做这种低收入群体的出租房 你会面临如下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更换房客会更加的频繁 第二个问题 就是房客欠费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第三个问题 是你如果要把欠了房租的房客清退出去 你是有成本的 第四个问题 就是你的维护和维修的成本会比较高 所以所有这些呢 都成为了你这个投资方向的一个不确定性 但是并不是说它是不会做好的 或者说它的收益不高 我们不值得做 实际上在刚才我讲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并不是一个纯粹凭空假设出来的 在我所在的德克萨斯州呢 就有人曾经是这么做的 而且做的很好 这当中呢当然就要有非常强有力的物业管理的团队去把这些租客给管好 实际上当你把规则设置并且实施的很好的时候呢 你很多的这个利润是高的 比如说咱们刚才讲的你一个星期50美元的租金在这个基础上 只要他持交了租金你就要罚他10美元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 这样子的低收入群体 它的欠费的几率比较高 所以你的一个利润点就是这些欠费之后的罚金 所以我们讲 你要有强有力的人去把你的这些规则实施下来 也许有人会跟你求情 说你再晚个一天两天吧 你提前跟他讲好 说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这一次我相信你 但是你没有做到的话 那么再也不会有机会了 要事先把规则跟他讲清楚 让每个人呢都按规则来做 他做的好的时候你就是个好人 他做的不好的时候你就是个坏人 要做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说到这个问题呢 我们顺便也要讲一下 美国的很多的房产 它的投资的回报率和这个房子的价值是不匹配的 这种不匹配是指的说我们认识上面 很多人觉得说我投一个 比方说加州100万200万的房子 它是有钱人住的 我的租金高 然后我的回报就好 或者说我一定要投在 比方说ABCD这样去分这个社区的档次 我要投在那个A的区域 我要投给那个特别有钱的人 他们住在这个地方住的稳定 我租金稳定 这是一种思路 另外如果我们单纯的去计算 投资回报率的话 你会发现实际上在美国的中部 中西部是有很多的很便宜的房子的 便宜到什么程度 3万到5万美元 你花3万5000美元买一个房子 然后每个月的租金可以达到700美元 你算一下 一个月的回报是多少 1年是24% 实际上你如果把区域选好的话 这些租客还是比较靠谱的 他们很多都是蓝领工人 或者是消防警察教师 这些工作比较稳定的职业的人 你只要不是选在治安特别差 特别乱 特别糟糕的区域 这样的机会还是有很多的 当然咱们说回来 像这样的投资方向的最考验的 是你的物业管理的能力 你远程去管理这些房子 要把它给管理好 要控制好刚才咱们说的所有的成本 要把你的规则 收费的规则 各种罚金的规则 全部设置好 而且是有力 强有力的 有效的把它给实施下去 这样子才能够保证 你的这个商业计划能够达成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很多人对于低收入这样的一个词 天然的把它等同于低回报 这个思路是不对的 实际上只要你做好的话 回报恰恰是很高的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继续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北美决心 我会持续跟大家分享有价值的信息 谢谢 再见